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教育进入到了AI时代 结合108课纲的首款AI教科书正式推出 不仅能够及时生成测验题目 还能够精准地分析学生的学习弱点 而这一项创新的技术将会如何影响到台湾未来的教学市场呢 请看我们以下的报道 当我今天按下测验生成器 我直接截图任何一部分我想要考学生的东西 他马上就去分析这张图片里面的文字跟内容 然后呢会根据108课纲马上的去生成出这个题目 可以让学老师来用 随意全选课本的教材就能够轻松生成测验题目 免去教师课堂前的题型设计 由智慧显示同两大教科书教育集团推出的AI教科书 将教材电子画壁与人工智慧整合 在教师的题目设计前置上与另一款卡户大不同 当我今天一堂课结束 按下结束课堂的那一刹那 各位 我的后台已经帮你做好分析了 你今天 您今天在这堂课里面派的所有题目 AI一结束直接跟你讲 您的学生在哪里表现不错 您的学生在哪里 可能比较需要加强 分数低于40%的 在原住民族的宗教信仰这边可能比较需要加强 马上就帮你用AI分析好了 去教学系长 全GPT出来我们就订定相关的法规 培训我们的教师 我们的学生 还有对社会大众 开相关的赋能或赔力的一个课程 针对本校的教师同仁 还有我们的师资生 来为社会大众 俯工AI方面的基础的课程 主打题目及时先前 与课后弱点分析等优势 AI教科书搭上建府推出的 深深有平板教学政策 未来是否将告别实体书的教学时代 教学市场快速改变 已是现在进行式 人类新闻经家梁海瑶 台北抢波动